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宁 但我不是浙江的海宁人 我是这儿巴京的天津人 我理想中爱情的最高境界是偶遇 比如说走着半截路 碰到一个人 觉得似曾相识 然后的话互留号码 更浪漫的是 有机会一块去逛逛菜市场 欢迎来到江苏卫视 随心耳跃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飞 您现在收看的是 江苏卫视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飞 我们收到很多的留言 来信 电话 我最近收到的一封是 这样的一张明信片 来自于福清市看守所 名字叫陈其青 这封明信片写给我 他说 我念一段 你们好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一定会很意外 我是《非诚勿扰》 栏目组一个非常特殊的 忠实的观众 因为在人生旅途上 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 失去了自由 现在正在高墙里反省思过 自从你们节目一开始 我就十分关注 也非常感谢《非诚勿扰》 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他想说的是 他对马诺印象最为深刻 他觉得很多网上的人 对他的评价很不公平 他只是心直口快而已 并非爱慕虚荣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一句玩笑话 就攻击他 这样伤害到了他 请我转告马诺 对他的问候 坚持做他自己 最后祝《非诚勿扰》 节目越办越好 谢谢这位观众朋友 叫陈其青的 希望你能够继续地好好改造 如果能够争取早日 重回社会 重获自由的那天 如果你没媳妇 没女朋友 《非诚勿扰》的舞台 照样对你开放 好 抓紧时间 请出今晚 24位漂亮的单身女生 有请他们 24位漂亮的女孩 欢迎你们 请亮灯 7号 王盈盈 你的风格变化很大 为什么你弄得像谢家那样 你别看我是女人 其实我以为一半是男人 特爷们 真男人 别看我外表像男人 其实我骨子里很女人 所以我们俩很大 其实我觉得我一半是男人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融合一下 他主内 我主外 或者我主外 他主内都可以 你说跟谁融合一下 谢家呀 我说在朋友圈子里的融合 而不是别的 对 我就是这意思 如果组合家庭的话 我觉得我跟飞哥正好 你一会儿要跟他融合 一会儿要跟我融合 家庭和你 朋友圈里和他 你竟像海一样能包容任何人 我们都美人心胸的特宽阔 我就想随便问一句 弄出这么多事来 都很好 这种风格 我想每一款的风格 都会有不同的人欣赏 好的 这段时间了解我们的节目规则 每轮24位女生通过爱之初体验 爱之再判断 爱之终绝选三观 来了解同一位男生 在此期间 女生亮灯表示愿意继续 灭灯表示不愿意 如果场上只有一位女生亮灯 那么主持人将询问男生意见 同意则速配成功 如果场上所有女生都灭灯 此男生必须离场 三观之后 仍有多位女生亮灯 则全力逆转 男生将有机会 主动挑选自己心仪的女生 了解完规则 要告诉大家的是 但是我们节目组为冲冠成功的男生 还特别准备了一份特别的鼓励 如果在第一轮24盏灯全亮 我们立刻将送出世博会 唯一指定乳制品一例 提供的北海盗和呼伦贝尔黄金牧场 深度双人游大奖一份 在女生全力结束的时候 男生根据场上亮灯的情况 可以获得由一例送出的 约会基金一盏灯代表100元 同时还赠送世博会套票两张 所以各位男生要加油 抓紧时间 请出今晚 1号男生 大家好 我来自上海 叫朱成良 今年24 朱成良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个女孩 你最喜欢的人是 想好了吗 想好了 你没看见想好了啊 我看了两圈了 好 你要到男生全力才能请出她 你有没有把握 有 这边24个漂亮的女孩 对今天的1号男嘉宾的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18号 她一上来我觉得她长得挺帅的 但是她的眼神直勾勾的 跟恨豆似的 她直勾勾的看哪儿 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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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跟你说话的时候 那眼神特恐怖 我现在发现啊 以后鉴定这个男嘉宾 是否紧张的一个标准就是 她上来了以后 她眼睛完全不敢看其他人 她一直看着你 你知道吗 她是完全 而且她刚刚看你的那个眼神啊 你知道吗 飘忽出来了很多 不可捉摸的诡异 我觉得透露过这种眼神的 有一个男嘉宾叫何谦 她从头到尾都目视前方 任何人说话她都不进脑子 不仅仅目视前方 目视天花板 跟她说什么没反应 我觉得像你就比较好 你一直跟谁说话就看着谁 而且目光清澈 8号 我觉得她不够大字 不够什么 不够大字 你说点汉语 我们大家都懂得好吗 不够壮 壮 对 你就说壮嘛 实在不行说壮 2号 我觉得他没有安全感 太瘦小了 你没闻到你想要的 期待的那种气息 没闻到 我都已经粘掉了 我希望下面来个年少多金的男生 他还没说话 你怎么知道他多不多金 对啊 你这样的话 会让很多人看得很迷茫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眼光很独特啊 我能看到啊 好 你的眼光经常看错人 12号 我想说长黑你女子灵 上海人就是赞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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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看到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朱三亮 今年24我来自上海 因为以前他玩 所以说书没怎么念好 然后我家里人对我说 身为男人 书没读好 总共要学一门手艺吧 将来要玩过 然后我家里人给我去学过厨师 而且水电 煤气我都会一点 我现在的工作是上海 80集团的移民公交司机 我父亲也是在80集团里面上班的 我算是只成副业吧 而且现在工资也有十千多一个月 也算比较稳定 我也很满足 而且我年纪还轻 还有机会往上升 那些领导总会有退休的一天 哎呀 你太厉害了 哎呀 你太厉害了 我可以免费坐我的公交车 带你们去上 然后放进去 你说出了很多人们的心理话 我觉得这位兄弟 你的社会经验值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你觉得你们单位的领导 退休的时候 就一定轮着你了 因为我们比较年轻 因为他们全都该退的 也差不多了 对 我知道 就是他们该退的 就一定是你了 是吧 那董哥要争取的嘛 我想给你一点经验 分享一下 我到这个单位工作 换了五个台长 我还在干主持人 我也每天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算 那个台长退 这事不一定靠谱 知道吗 但是还是要努力的 我也努力的 我每天也很努力的工作 一直也没轮着我 我也 这事挺郁闷的 好吧 李懵路 你对这个 你刚才灯还亮着 怎么听着听着就灭了 因为我觉得它不符合 我心中多心男人的标准 多什么 多心 什么叫多心 我选择男朋友的标准 就是要符合我的多心标准 我的多心标准的第一条 就是要有上进心 他很想 他就等他们领导退休吗 对 他一直在等吗 没有上进心 可是他等他的领导退休了 我多少岁了呢 你有办法加速他们退休的进程吗 我天天晚上在研究 你在研究让他们怎么提前退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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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